大家好,欢迎来到朝鲜族频道 如果之前关注过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我开通这个YouTube的朝鲜族频道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我只是在利用我家乡的朝鲜语 一直在做视频 但其实另一方面 我也非常希望能用中文和更多的海外的华人 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我想了很久 因此还是决定想用中文拍一些视频 然后更新到我的个人的频道里面 今后的话 我会在朝鲜族频道下面 增设另外一个中文的文件夹 里面专门来放一些中文的视频 方便日后和更多的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首先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属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中国吉林省沿边地区的朝鲜族 所以在中国是属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群体 我刚开始在YouTube开通个人频道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 只是想把我做过一名中国朝鲜族的这一面展现给大家 然后把我的一些个人的想法以及个人的看法 和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 但结果没想到很多生活在海外的朝鲜族朋友们非常喜欢 然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关注数已经达到了1500甚至1600名左右 很多人呼应我用一些中文 讲述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一些看法 因为即便在国内很多人对朝鲜族并不是那么太了解 并比方说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 很多人听说我是一名朝鲜族之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从韩国来的吗 甚至还有人会问我 你是不是从朝鲜来的 反正这些屋里头的问题会很多 但是针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我是来的中国吉林省沿边地区的朝鲜族 我是中国人 这是我的一个身份 很多人对于我们朝鲜族并不是那么太了解 他们会觉得朝鲜族 他们是从朝鲜来的吗 或者是从韩国来的吗 会有类似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少数民族的不了解 也是情有可言的 毕竟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 所以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 但是人口比例的话占小数 所以不可能每个人对一个少数民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的这么一个自媒体频道 把我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朝鲜族的一面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展现给大家 然后结交到更多的一些朋友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我本人不涉及任何的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那些敏感问题本人拒绝回答 也不要给我留言 我建一个删一个 我拒绝去讨论 然后今后的话 我会定期在我的中文的视频文件夹里面 定期更新中文相关的一些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喜欢 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给我留言 只要在时间和精力与一举的范围内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 然后多进行沟通 第一期的中文视频简单的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没点不关注 希望大家点击不关注 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